5月12日是母亲节 对于魏国戍边的边防军人来说 这个属于母亲和孩子的节日 他们怎么过 母亲节这天 记者来到了驻守在新疆天山深处的 新疆阿克苏军分区某边防团 别叠里边防连 母亲节当天 连队专门组织了一场通过视频 给母亲唱歌表白的暖心活动 别叠里边防连 地处天山深处网络信号交叉 视频画面卡断 声音延迟 但即便是这样 能看见母亲的容颜 已经让官兵们十分满足 在活动中 大家纷纷为远在故乡的母亲 献上了歌声 别叠里疯狂血茫茫 我们有一道好弹枪 多少人曾爱你 轻重唤长的时辰 爱你 有的母亲通过视频给束手边关的孩子 看看刚做好的拿手菜 有的母亲给儿子看看熟悉的家里 有的母亲给儿子送上申请的祝福 官兵们则把对母亲的思念画作了浓浓的歌声 山上这个网络比较慢 之前一直都没有和家里面用视频打过电话 这一次联上见到母亲比较激动 因为已经到了母亲节 但是虽然是特别想家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名边防救人 还是要守好边防 画面中正在为母亲唱歌的战士 名叫王志杨 然而刚刚唱了几句 言对突如其来的执勤任务 打断了母子间的视频脸信 今年19岁的马金龙是联队的一名义务兵 入伍以来 他从来没有回国家 至今已经两年没见过母亲了 在当天的活动中 一份饱含着真情和泪水的祝福 是他送给母亲最好的礼物 今天是您的节日 我想首先祝妈妈节日快乐 然后我要感谢妈妈 十月的花天养育之 我能成长成今天这样 这场活动的主持人是连队的排长刘岳奇 在战友们和母亲视频的过程中 他总是站在一边 同时之中默默地为大家做好组织服务工作 刘岳奇也已经一年半没有回国家了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吗 最近工作很忙完 身体好吗 我现在部队挺好的 你不是说你都会很贪心吗 这是我妈妈都在数的 一天一天的数多日子过 我去放吃 我看点好吃的 我都在想这是我爱吃的 这是我爱吃的 我的家在北京 可以说是离这里 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 作为一名边防军人 我就会在这里履行好我的使命 虽然我很想念我的母亲 但是我会利用我的休假时间 再回去好好陪她 在这里的每一天 我都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最后做祝母亲节 祝我的母亲快乐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在边防军人的心中 母亲节一定要为祖国母亲 献上一份礼物 活动最后 全联官兵一起唱响歌曲 《我和我的祖国》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座鹅 聊聊嘴言 想想存活 路上一套者 敬礼! 我请个吝点赞 移转发 撒た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